好 昨天台灣的邊境終於解封 現在也迎來不少的首發團 包含像是馬來西亞首發團 在昨天晚間抵達台灣了 他們今天一大早呢 飯店特別是準備了豐盛的早點 像是中西市的統統都有 也提供了龍蝦舟以及客製化飯團 而第一天呢 他們行程是前往陽明山以及故宮 還有基隆的鎮兵漁港等等 另外也有韓國首發團 今天要前往椰流 九份晚上還會去放天燈 需付威旅客客製化飯團 或是來一碗龍蝦舟 飯店準備元氣滿滿的早餐 迎接馬來西亞來台首發團 不過防疫可沒鬆懈 去餐時得要戴上手套跟口罩 因為我們馬來西亞已經是 就是跟他一起生活 就已經開始脫口罩 都已經是開始普通生活的方式 其實我們等台灣開門 等很久了 那終於 所以我們本來就設定了說 只要一開 等那一天 我們就要把馬來西亞的客人帶過來 馬來西亞團大約四十人 分成兩部分展開五天四夜的行程 七人採線團先到陽明山故宮 接著往基隆正兵漁港 第二團則是直接前往基隆 兩團會合後再到九份宜蘭 當然101也少不了 至於韓國來台首發團 13號結束第一天行程 接下來要從野柳玩到十分放天燈 再逛故宮101等景點 而不只觀光客來台 台灣人也搶著出國 夾起活蝦烤一烤 泰國首發團 品嘗當地著名的流水蝦 而他們對當地疫情鬆綁很有感 就酒精啊 酒精是一定要帶的 事實上說換一換 但其實我覺得可以入境水準啦 可能等一下就不戴口罩了 疫情流感化 同時隨著林佳琪上路 交通不定下目標 希望今年來台的旅客 達到七十萬人次 更要在2024年 恢復疫情前的水準 藉由陳瑞翔章水源台北採訪報導